你好 我是1989年育科畢業的Patrick 蕭 蕭冠明 我正職在一間50強的國際金融機構做資深區域經理 中六年我做過Privet 領袖生 管理一個小小的團隊是領袖生的團隊 這件事訓練了我有一個領導的才能 很感謝母校給我一個機會 我是蘇彥林 我是2017年的畢業生 十分之有幸能夠曾經代表學校 參選結束學生選舉 當時我學校的學生會副主席和排球隊隊長 很感激校長和老師的支持 由學校推薦令我成功成為第26屆 全攜清區結束學生之一 大家好 我是譚元松 我現在在大學收讀自己喜歡的學科 很慶幸當時中學提供了多元化的學科配搭 和老師的悉心引導、分享 才令我發掘自己對醫護方面的興趣 中學的課堂不僅局限於書本上的教學 更多的是實踐 特別是生物和化學科 才令我自己認清自己對醫護方面的興趣 我在中學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 多謝老師和學校對我的栽培 令我一步一步實現自己的夢想 大家好 我是2009年畢業生姚家欣 我現在在醫管局任職臨床心理學家 一直以來我都很深深地體會到 武校不僅重視學業 而且更重視學生的深深發展 我記得那時的訓導老師 還積了一個頸巾送給我 寄予我希望我可以精益求精 除了讀書之外 其實武校都很鼓勵學生去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 去探索自己的路 我記得那時其實自己就很有興趣去參加社區活動 也都是由那裡開始就發現到自己的志向 希望可以追求一個工作一個專業 可以繼續去服務社群 我是2002年的畢業生周偉信 得到他們的提攜和幫助之下 亦都是搞清楚我未來的人生的方向 從而能夠是有機會去入讀到我心儀的大學 香港大學 更加在工作上面 我是有機會成為博愛醫院裡面的結出中醫師 一步一步向著創新大醫這個志願去進發 生於師、長於師、成於師 武校成就了我 我都很希望用我自己的能力去回饋武校 OK